我具體承諾我上任之後 一年內將大巨蛋能夠正式啟用 這絕對是可以做到的 對手一開始說我是打砸的 然後現在又說我在美國協助 中國大陸的企業相關的訪問業務 之前說我不信講 然後又說我要承擔講家的責任 我覺得對手為了攻擊 我已經失去理智 精彩內容請鎖定選戰最期限 對手拐件